斗罗大陆第651章 这龙渊亭水晶球前方有一个白色的石条 当龙渊亭在水面上时 白色石条是白色的 一旦潜入水下 就会立刻变成蓝色 随着时间的延长 逐渐从异端开始变红 当完全变成红色时 就显示着舱内空气已经不足 必须付出水面换气了 呼吸着海面上湿顺的空气 宁荣荣感叹说道 这龙渊亭别说是一万级魂币 就算十万级魂币也值得 除了没什么攻击防御能力之外 它几乎是完美的 早知道它这么好用 我们何苦要坐船出海呢 唐三微微一笑说 那要有海徒才先来 我们现在手中的海徒 可是紫珍珠海盗团多年来 在大海上航行之后 汇着的接近 我们当冲入海时 可没这好东西 代目白说 小三 这龙渊艇的速度极为惊人 我们是不是可以凭借它的速度 直接冲到海神岛 唐三摇里摇头说 恐怕不行 龙渊艇再快也是船 怎么也不可能 与那些海洋生物相比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 魔魂打败杀了 一旦深陷包围圈之中 我们又潜于大海之内 将会连逃生的机会都失去了 代目白皱眉说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这也不是办法呀 唐三想了想说 只有等到晚上了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还要做个实验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登上海神岛就不是问题 一边说着 他没心处一亮 闪耀着有蓝色光芒的 汉海乾宽照 已经落入掌心之中 史莱克奇怪都是聪明人 看到他手中的汉海乾宽照 顿时精神大振 唐三要做的实验很简单 如果汉海乾宽照 能够帮助龙渊亭隐身的话 那么在这大海之中 就算是有十万年魂兽 也别想对他们产生威胁 当初面对深海魔晶时 由于那强大的十万年魂兽 出现得太突然 而且攻击都是覆盖性的 唐三才无法用汉海乾宽照 来保护大家 但现在却不一样 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准备 以龙渊亭的速度 只要汉海乾宽照 隐身效果在海中成立 那么他们就可以 进而易举地登上海参道了 舱门再次关闭 唐三也同时释放出 自己的汉海乾宽照 自带技能汉海护身照 蓝光一闪 龙渊亭已经被完全笼罩在内 但是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他们只觉得周围一空 龙渊亭成功地进入隐身状态 但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是 在汉海乾宽照范围之内 竟然滴水不入 三角状的蓝色 带着龙渊亭就那么缓缓 向大海深处沉去 由于没有水 这龙渊亭是根本无法前进分好的 唐三先生愕然地看着 顶身向大海深处沉去 马上就反应过来 这汉海乾宽照是避水的 一边说着 他立刻收回外放的汉海乾宽照 顿时海水奔涌而来 这才重新恢复了对龙渊亭的控制 众人不禁相视苦笑 刚才他们还担心汉海乾宽照 无法在大海中起作用 可现在看来 这东西不但是有作用 而且作用的有点过了 唐三轻叹了一声 真不会这汉海之名啊 他的防御居然能够避水 戴木白苦笑说 这下可麻烦了 没有汉海乾坤照的帮助 我们可怎么登上海神岛啊 听了戴木白的话 唐三却笑了 虽然汉海乾坤照 无法帮助龙渊亭前进 但我们却有另外一个方法 不过还需要实验一下 汉海乾坤照的避水能力 会不会受到水中压力变化的影响 一边说着 在众人不解的重视下 唐三再次释放出了那浑岛气中的质宝附带技能 汉海护身照 蓝光掩映之下 龙渊亭须须下沉 朝着深海中缓缓前去 挺身越向下 周围的光线也就越暗 当深度超过一百米的时候 外面的大海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唯有汉海乾坤照上 散发的淡蓝色光彩能够照亮周围 龙渊亭在不断地下沉 唐三始终注视着 汉海乾坤照上的变化 按照当初购买龙渊亭时 那拍卖师的介绍 龙渊亭能够承受 深达三百米的水压 此时他们身在龙渊亭之中 就算汉海护身照 承受不住水压 他们也能够在龙渊亭内 确保安全 下潜超过一百米 唐三突然感觉到 汉海护身照发生变化了 心中凛然之下 顿时仔细注视 随时准备将更多魂力注入其中 但是令他惊奇的是 汉海护身照并不是承受不住压力 而是在越来越大的水压之下 渐渐变得亮了起来 举起此其神光仔细地观察 唐三发现 在汉海护身照的外面 不断地有一些极其信微的蓝色光点 融入其中 不但不会破坏汉海护身照 反而带给他一种充实的感觉 自从上次他在面对深海魔精时 身受重疮之后 唐三就发现 汉海护身照上的光点暗淡许多了 而此时在深海之中 那暗淡下去的光芒 却似乎正在逐渐地恢复着 这是怎么会承认 难道这汉海乾坤照 在吸收大海的力量不成本 通过仔细地观察 唐三确认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 最令他感到奇异的是 这汉海乾坤照 在通过自身技能汉海护身照 吸收大海能量之后 他自己的身体也开始有了变化 上次受伤之后 来自魂骨的灼热感减轻了许多 可现在 随着汉海乾坤照 对大海能量的吸收 那种灼热感觉 又开始增强起来 而且有愈演愈烈之事 而那灼热感 却并不会令他感到难受 反而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仿佛变得充实起来似的 虽然体内魂里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可唐三却感觉 神清气爽 身体的反应能力和注意力 都快速提升着 对于唐三来说 这种情况 他根本无法弄清楚原因 汉海乾坤照 并不是他的魂骨 更不是他的魂环技能 而是来自于魂倒气的能力 可魂倒气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呢 为什么只有自己的魂力 能够驱使动他呢 而在他新受了外界能量之后 也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 这恐怕不能用缘分的儿子 来解释吧 他当然不知道 这汉海乾坤照 自从当初 吸收了他的鲜血之后 早已成为 他身体的一部分了 虽然不是魂骨 但却是另一种形式 特殊的存在 这片海域的水并不算很深 按照唐三计算 大约龙原亭 下沉两百米左右 已经落在海底 海底到处都是漂亮的珊瑚 在汉海护神罩的蓝光 眼映之下 极为的绚丽 当然 这也只是 他们从汉海护神罩内部 看到的情形 从外面看 这里依旧是一片漆黑 微微一笑 唐三说 看来我这新办法 应该是可行 走吧 我们出去 出去 众人吃惊地看着他 一时间还无法接受 他话语中的寒意 唐三微笑说 当然是出去了 既然这汉海护神罩 还有避水的能力 而且也不怕水压 那么 我们虽然不能催动龙原亭 难道还不能走过去吗 马红俊瞪大双眼 从海底走过去 这样也行啊 按照惯性思维 这里是大海 而且是大海深处 他们怎能生存 可仔细一想 唐三的话 确实是可行的 唐三笑道 为什么不行啊 在海底漫步 不是一件 十分有趣的事情吗 别说我们还有 汉海护神罩的 隐身小武 就算不隐身 那些魔鬼大白沙 也不会贴着海底 来找我们的麻烦吧 一边说着 他已经开始 开启了龙原亭的船舱 抱起身边的小武 第一个腾身而出 直到走出船舱 真正站在海底 那些湿滑 甚至有些柔软的珊瑚紙上 众人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尽管他们的目光 无法济远 但这光险暗淡的地方 确实是大海深处啊 刚走出龙原亭的时候 包括唐三在内 每个人心中 都带着一些恐惧 但是当他们能够 在这里顺利呼吸 并且没有沾染到 一丝的海水之后 众人的心 也渐渐稳定下来 奥斯卡若有所思地说 小三 这汉海护身罩 既然能够带着我们 在大海中隐身 那么如果我们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 使用它隐身 那岂不是可以轻松地 登到海深岛上吗 唐三摇头说道 不行 我曾经试验过 如果在笼罩着 汉海护身罩 情况下飞行 汉海护身罩 会飞快地吞噬我的魂力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或许是因为 速度的原因吧 那次我大约 只飞行三次呼吸的时间 汉海护身罩 就吞噬我 接近一半的魂力 根本不可能 支持我们飞行那么远的 就算在陆地上 开着它行走 对我的魂力消耗 也是很大 总体来说 它这个技能 最适合的 还是原地守护 戴木白说 那你的魂力 能否坚持到 它带我们走到海神岛 要知道 这里可是大海 如果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 你坚持不住了 就算有龙原亭 我们恐怕也要完蛋 因为那时候 我们将会在 魔魂大白沙的海域内 唐三看着汉海护身罩 散发出的蓝色光芒 就说 在没有潜入海下时 我也没把握 按照我的计算 如果有你们帮助的话 走过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现在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我完全可以轻松地 登上海神岛 因为在大海深处 不知道为什么 汉海乾坤罩 在新收来自大海的能量 对我自身的消耗 反而是大幅度减少 带着我们 走到海神岛 绝无问题 钟卓轻说 那这么说 这汉海乾坤罩 应该是已经适合 在大海中使用的 混岛器了 唐三想了想说 很有可能 事不宜迟 我们先登上海深岛 再说其他 大家走得不要太快 聚集在一起 我用蓝银黄 来控制我们彼此的距离 七根蓝银黄甩出 小五辈唐三 直接固定在自己背上 双手搂起 他两条修长的大腿 剩余六根蓝银黄 分别缠绕在 其他六人腰间 收回龙渊亭 这才催动着汉海护身照 就这么在海底 向前走去 在海底行进和在陆地上相比 要困难得多 海底参差不平 甚至给人一种 山巒起伏的感觉 幸好众人实力都是不弱的 就算遇到了十分难走的地方 他们也能够如履平地 快速前进 在下潜的时候 唐三已经看好了方向了 这海深岛 是一座相当大的岛屿 面积是紫珍珠岛的四倍还多 只要方向不错 他们是肯定能够走到岛上的 渐渐地 众人感觉到 海底的地势渐渐升高了 他们知道 历经数次磨难 他们终于要踏上 此行的目的地了 就在周围光线 因为逐渐接近海面 而变得亮的时候 走在最前面的唐三 突然停下脚步 第一声说 屏息 众人也同时停了下来 就在他们按照 唐三所说的 屏住呼吸的时候 一条巨大的白影 已经从他们前方 大约二十米处 悄然掠过 宛如大海中的幽灵一般 眨眼间 消失不见 那是一头 底心超过十米的 白色鲨鱼 通体呈现出 完美的流线性 白色的表皮上 带着一层淡淡的光泽 速度奇快无比 所过之处 海水似乎 奇异地荡漾了一下 魔魂大白沙五个字 几乎同时出现在 众人心中 他们的运气 显然不算好 魔魂大白沙 并没有外出玻璃 不过也幸亏有了 汉海护身照的 隐身效果保护 他们才没有真正的 与这海中 强大的魂兽 产生冲动 再次前进 唐三刻意加快脚步 这里是大海 而且他现在也说不清 那神奇的汉海 乾坤照 隐身效果 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 早一刻离开大海 他们也就安全一些 终于脚下 渐渐变成沙力 周围的视线 大放光明 众人一个一个脚印 渐渐地走出大海 当重见天日 那一刻来临时 包括唐三在内 所有人都忍不住 欢呼了一声 史莱克奇怪 加上白沉香 这八个 不会丝毫水性的年轻人 终于成功地穿越大海 来到了他们此行的 目的地 海神岛 正因为途中并不平静 此时此刻 他们才感觉到 格外的有成就感 众人相互看去 都看到了鼻子脸上 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唐三算是最冷静的了 踏上这海神岛 他立刻就感觉到 这里的雨状不同了 先不说景物 首先他感觉到的 就是温度 按道理来说 现在已经是冬季 就算有着海洋气候的影响 大海中岛屿上的温度 要比内陆高一些 但是也肯定是寒冷的感觉 可是当他们踏上海神岛之后 第一个感觉 却是温暖 如同春天般的温暖 放眼望去 海神岛上 竟然是一片的绿色 这巨大的岛屿 给他们的感觉 就像是 重新回到斗罗大陆上 一眼看去 根本望不到边际 岛上生长着 各种各样的植物 很多都是他们叫不上名字的 空气中带有扑面而来的气息 清新 温润 近人心脾 风中隐隐有海的呐喊和呢喃之声 沙滩在阳光的照射下 洁白细腻地 宛如一颗颗小水晶般的沙粒 泛出荧光 出到这里 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沉静 海天一色 欧鸟静香 天空是碧蓝碧蓝的 蓝得高远 蓝得纯净 蓝得透明 就像唐三的双眸一般 说不出的动人 看着这震撼的景色 众人眼中的兴奋 渐渐被陶醉所取代 唐三轻轻搂着怀中的小五 就说 小五 这里真的很美啊 等我们做完必须要做的事情 接上爸妈 来这里终老 好吗 失去了灵魂的小五 当然不会回答他 但在唐三面前 却仿佛已经出现 他们一家人 在碧海银滩上 其乐融融的景象了 即将真正地面临 海神岛的挑战 在短暂兴奋之后 众人先休息了一下 补充体力 恢复之前消耗的些许魂力 很快 唐三搂紧小五睁开双眼 目光扫向 自己的伙伴们 他看到的是一道道 坚定的目光 对于他们来说 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前奏 此时此刻 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海神岛的历练 唐三眼中光芒一亮 一直保护着他们的 汉海乾坤照 已经悄然回到 他的眉心之处 从外面看 他们八个人 就像是凭空出现在 海滩之上一般 身体随着 汉海乾坤照的收回 而显露出来 不需要用言语去说 默契自然而然地形成 戴木白走在最前面 马洪俊殿后 两侧分别是 奥斯卡和朱朱卿 唐三带着小五 宁荣荣和白晨相居中 一兴八人 此时心中充满了勇气 踩着那柔软如眠的沙滩 向这海参岛的深处走去 经过了这么多波折 才来到这里 他们已经做好了 迎接任何考验的准备 那不只是勇气 更是一种信念 亲人心脾的湿润空气 令人陶醉 但此时众人的精神 却已经高度集中起来 就在唐三准备释放出 蓝银领域开路的时候 一声略带惊愕的声音 从前方森林中传了出来 什么人 伴随着低鹤声 七八道身影 骤然从树林中窜了出来 挡住众人去路 这些人相貌各异 就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 他们身上的衣服 那是类似于 禁装的装束 淡的黄色 最大的年约四旬 年纪小一些的 也和唐三他们相差不多 一共是八个人 一子排开 将史莱克七外和白尘香 挡在树林前 对于海参岛上的 魂狮们衣着的颜色 唐三听吉祥说过 海参岛上的海魂狮 是按照衣服颜色 来区分等级的 但这却并不是魂力等级 而是当初 他们承受海参考验时的难度 通过的考验难度越高 在海参岛上的地位 也就越高 衣服颜色也随之不同 从低到高 正是按照 魂环的颜色来排列的 眼前这些身穿 黄衣的海魂狮 显然是仅仅高于 白衣魂狮的第二等 在他们之上 还有紫衣 黑衣 红衣 据吉祥说 在海参岛上 有资格身穿红衣的 就只有大供奉一个人 也就是浩天宗宗主唐孝 对唐三所说的那个人 海参岛第一强者 拥有海参武魂的那个人 吉祥在海参岛上 生活了十余年 也从未见过 那位传说中的大供奉 八对八 但这八个人 看向唐三他们的目光 却充满了惊讶 他们想不出 为什么会突然有人 出现在这里 停下脚步 戴木白朗声说道 我们仰慕海参岛的威名 希望能通过考验 加入海参岛 对面八个人为首的 正是年纪最大的中年人 上下打量了戴木白几眼 眉头微皱说 你们是陆地混尸 戴木白愣了一下 这也能看出来 中年人冷淡地说道 你们当然感觉不出 但我们海魂师 却能看得出来 赶快离开这里 海参岛不欢迎你们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登上 我们海参岛的 但怎么来的 就怎么走 否则 也怪我们不客气 唐三来到戴木白的身边 眉头微皱说 海参岛不是可以通过考验 而加入吗 为什么你却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中年人冷哼了一声 哼 看来你们对海参岛还有些了解 我让你们离开 是为你们好 陆地混尸也想通过考验 加入我们海参岛 这根本就不可能 海参岛对陆地混尸的考验 不是你们能够通过的 不想死就走吧 年轻人有勇气是好的 但如果只是莽撞 却会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唐三和戴木白对视一眼 两人对中年人不离生起一丝好感 唐三微笑说道 前辈 我们既然来了 就不会轻易离去的 不论是怎样的考验 我们都希望能够尝试一下 您说的对 莽撞会令人断送生命 但如果失去了勇气 那我们也不配身为魂尸了 最后一句话 唐三说的斩钉接铁 声音中带着几分 充斥着精神力的震荡 除了那和他们交谈的中年人之外 其他七名海魂尸 都下意识后退两步 眼看唐三的眼中 那湛蓝神光 惊讶更甚 中年人皱了皱眉 说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离去 还是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 我要提醒你们 一旦接受了考验 就没有中途退出的可能 哪怕是因此而丧命 看样子你们修为应该还不错 但是海神大人的考验和修为 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有可能简单到 让你们捧起一把沙 也有可能 困难到让你们去挑战十万年魂兽 你们真的想好了吗 除了小五之外 史莱赫七怪和白晨香 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着 是的 我们要接受考验 斗罗大陆 第六百五十三场 中年人深深地看了他们一眼 向身边一名年轻黄衣海魂师 低语几句 他们说话的方式很奇特 那似乎是一种奇异的声不翁名 令唐三他们根本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那名年轻的黄衣海魂师恭敬地答应一声 飞快转身去了 中年人这才向史莱赫七怪众人说 希望你们不要后悔 跟我来吧 说着他带领那些黄衣海魂师们 转身朝树林中走去 史莱赫七怪顿时改回之前的阵型 跟在那些黄衣海魂师的身后 在高度的警惕下 走进树林之中 谁知道考验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已经踏上海深岛 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们都要时刻保持警惕 如果说海滩上的空气 是湿润而纯净的 那么森林中的空气 就充满大自然的清线了 这里的空气呼吸起来 甚至比星斗大森林中的 还要美妙 史莱赫七怪的警惕 似乎是多余的 在这茂密的树林中行进 他们并没遇到任何状况 令唐三有些惊喜的是 其实在这海深岛上 树林地面上 也到处充滞着蓝阴草的存在 但是 当他试图通过蓝阴领域 与蓝阴草连接时 他的精神力却发现 在这树林中 似乎有这种奇异的能量 他虽能够完成与蓝阴草相连的过程 但却根本无法通过蓝阴草和蓝阴领域 探查到什么 仿佛有一股无形力量 在保护着这片树林 走在最前面的中年人 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身 目光灼灼地看向唐三 不要试图用精神力探测什么 这里是海深岛 这里所有的一切 都守到海深大人的庇佑 唐三心中海然 这不过是海深岛上 一名黄衣级别的海魂师 他竟然能够感觉到 自己的精神力探测 还是说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能量 令他能感觉到 自己释放出的精神力 中年人 带着他们继续向前走着 时间不长 穿过树林 眼前的一幕 顿时令史莱克轻怪 吃惊不已 吉祥并没有向唐三 讲述过多海深岛的情况 只是简单说了说海魂师 因为他怕亵渎海深 此时呈现在唐三八人面前的 竟然是一片水潭 就像是海中海一样的水潭 最为奇异的是 这原本应该是 极为平静的内陆水潭 竟如同大海一般 波涛汹涌 无风自动 水潭周围都是茂密的树林 看上去 直径大的有五百米左右 那水潭正中的位置 有一个三角形的平台 上面耸立着一根奇异的石柱 石柱形如尖锥 最上方雕刻着一个奇特特殊的雕塑 整个柱身上 铭刻着无数复杂的纹路 那似乎是一种文字 无形而奇异的能量 正从这奇异柱子上 散发出来 通过紫迹磨头 唐赛能够清晰地看到 在石柱下端坐着一个人 闭合着双目 背向石柱 似乎在冥想修炼 而这个人身上的衣服 是黑色的 来到这里 黄仪中年浑士 现在拘进了许多 那些年轻黄仪浑士 也都恭敬地立在一旁 连大气也不敢出 欢迎来到海中海 海马圣柱 黄仪中年人 用一种特殊的语气说道 海马圣柱 乃是海神岛七圣柱之一 海神赐予了七圣柱神力 通过七圣柱 来传播神的质疑 任何一座圣柱 都可以对外来魂师进行考验 你们就将在这 得到海神大人考验的题目 一说完这句话 他转向海中海 那三角形的平台 弯腰九十度 恭敬行礼 在魂力的催动之下 将自己的声音传了过去 这一刻 这名中年人几乎是下意识 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两黄三子一黑 相当不错的魂环配比 出现在他的身上 这名中年人 竟然是一名六十级以上的魂帝 只是黄仪就已经是魂帝了 史莱克奇怪心中 同时凛然 西柄海马大人 现有外来陆地魂师 前来接受考验 请准许 在魂力的催动之下 这黄仪中年人的声音 万似直线一般传递过去 盖过了这海中海 汹涌的波涛声 端坐在三角平台 那根海马圣柱下的 海衣人 突然睁开了双眼 从他所坐的位置 到岸边 足有两百米的距离 但就是他一睁眼的瞬间 岸边的史莱克奇怪 都不禁 几零零打了个寒战 那两道幽怨的目光 就像两翁深潭一般 虽然隔着这么远 但是他每个人 都感觉到了 那黑衣人的强大 缝号斗罗 代表着 魂师界最强称号的四个字 在唐三脑海中响起 当他看到那黑衣人 双眸的一瞬间 就做出了判断 没错 那是只有封号斗罗 才能具有的特殊气息 这个黑衣人 也是他们来到大海之后 遇到的第一位 封号斗罗级别的海魂师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 与黄衣人不同的是 这声音并非直线出来 而是仿佛混合在 海水波涛声中扑面而至一半 陆地魂师想要接受 海神陛下的考验 你们只有穿过海中海 来到海马圣柱面前 才有接受考验的资格 一边说着 海马斗罗背后亮起 一片蓝蒙蒙的光月 紧接着 他背后的海马圣柱 已经骤然亮起 一道湛蓝的光芒 从下方移植通到海马圣柱的顶端 以海马圣柱顶端为中心 一捆蓝色波纹 骤然激荡开来 就像一层光木般 横于海中海的上方 由于海马圣柱高约十米 所以这层悬浮于海中海上方的光木 也是十米高 不用问 这十米的限制是飞行能力和前进空间 唐三眉头微皱 看向那引他们而来的黄一中年人 前辈 难道在接受海神大人考验之前 我们还必须接受一名封号斗罗的考验吗 难道你认为 我们能够与封号斗罗抗衡不成 黄一中年人垂手而立 对于陆地魂师的考验 本就与对于海魂师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海马大人将如何考验你们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海马大人所做的一切 必然是按照海神大人的旨意而行 你们现在还有离开的机会 看着黄一中年人平静的样子 唐三明白 来到海神岛之后的第一个考验已经到来了 正在他准备带小五去准备尝试登陆的时候 戴木白却抢先一步 挡在唐三身前 我来试试 唐三和戴木白对视一眼 戴木白向他微微寒手之后 来到海中海的岸边 踩在那同样荧光闪烁的细致沙滩上 作为史莱赫七怪中的老大 戴木白的实力仅次于唐三 年纪又最长 由他先来尝试 就算失败了 后面还有唐三随时可以救援应变 而如果失败的是唐三 情况就要被动得多 因此戴木白才第一个站了出来 戴木白双拳紧握 缓缓从身前抬起到头顶处 头也同时抬了起来 那些黄衣海魂式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到戴木白的身上 他们都清晰地感觉到 从戴木白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充满震慑的气息 王者气息 斗罗大陆第六百五十四章 一声淘天怒吼 骤然从戴木白口中响起 紧握的双拳猛然下收 强烈的白光宛如火焰一般在他身体周围腾起 也在刹那间释放出他自己的六个魂环 肌肉急速膨胀 皮肤表面浮现出带有黑纹的白色毛发 寿终之王那无与伦比的威霸之气 宛如一颗瞬间爆开的炸弹一般四散开来 脚下的沙力呈现波浪状朝周围散开 那恐怖的霸气 威能四射的邪魔 哪怕是远在两百多米外的海马斗罗 都不禁微微动入 海马斗罗右手一挥 面前的海浪顿时翻腾起来 海浪直接高达十米 尽此封死了所有前进的铜鲁 宛如沸腾般的海水 带着轰隆巨响宛如滔天之势 须有丝毫不易处海中海的范围 面对此时清静 戴姆白没有丝毫的畏惧之心 身上第三魂环骤然亮起 实战出他的千年魂环之际 白虎金刚鞭 原本就已经积极捆舞的身体再次膨胀 白色毛发瞬间转化为金色 额头上的王刺服号变得丰满清洗 全身每一块筋肉似乎都迸发出爆炸性的力量 就在这白虎金刚变得增幅之下 戴姆白怒吼了一声 强烈的金光在深浅弥漫 白虎裂光波喷吐而出 化为一道强横的白光直冲海浪 轰然巨响中 正面的海浪竟然就那么被他炸开一个大洞 与此同时戴姆白强壮的身体已经弹射而起 带着无与伦比的霸气直奔海浪冲了过去 白虎裂光波一直冲击到三十米左右的地方 才完全爆开 那滔天海浪如同天女散花般被炸得四散飞溅 但更大更强的海浪却影响了戴姆白的身体 重重地排挤在他那雄壮的身体之上 眼看着戴姆白那充满精光的身体 就那么恐怖地被海浪吞没了 朱竹青心中一急 忍不住抢先一步 却被唐三拦住了 唐三沉声说 没事 戴老大既然敢以这种方式冲入海中 自然有他的办法 我们等等看 眼看着戴姆白雷声大雨点小似的被海浪所吞没 岸边的黄衣海浑狮们不禁都为之一阵恶然 心中都泛起对陆地浑狮不过而而的念头 虽然海中海并不是真正的大海 但在海马陡罗的控制之下 这里甚至会比真正的大海还要危险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伴随一声轰鸣 一头身上五米左右的巨大海马 猛然从海水中抛飞而出 身体在空中翻转 南光死意 我明白了 唐三眼中流露出一丝佩服的光芒 戴老大使用了我们登陆海深岛的方法 他不会游泳 但是以他的实力 短时间内在大海中进行是绝无问题的 这海中海的深度 不会像真的大海那么深 凭借白虎裂缸变护体 它是要从海底走过去 唐三话音未落 伴随一声声轰鸣 一条接着一条地形庞大的海马 从海浪中翻卷而出 显然这些都是海中海内的海浑兽 看上去 大约有千年魂兽左右的实力 凡是被海浪中破浪而出的海马 似乎都被震晕过去了 身体上却并没有什么损伤 时间不长 就在距离海马圣柱平台只有五米的地方 海浪骤然翻卷开来 一道巨大的水柱中天而起 狠狠地撞击在上空的光幕之上 那铜体灿金雄壮的身体 就在这海浪中腾起 与空中深吸口气 双手合拍 挤在海浪之上 身体借助冲力 稳稳地落在 海马斗罗面前 海马斗罗眼中 流露出几分赞讯 向戴姆白点了点头 说 拥有王者之气的霸道魂力 寿终之王武 凭借着第三魂迹 突破我的考验 在陆地魂石之中 你也算是魂帝这个级别的佼佼者 更难得的是你如此年轻 难怪你会有信心来到这里 好 你有接受海神大人考验的资格 不谢 戴姆白的回答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说完之后 他直接站在一边 看向岸边的其他人 用目光传递着某种消息 别人或许看不到 但他相信 唐三一定能够看得到 海马斗罗眼中的赞许 并不是因为戴姆白的实力 而是因为 他从海下通过时 并没有杀死一头海马浑兽 唐三能够猜到 戴姆白登陆海马圣主的方式 作为这里的实际控制者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唐三确实看到了戴姆白的目光 也从中读懂了戴姆白 要告诉他的意思和信息 立刻向伙伴们转达 到海马圣主那里去 并不算是海马斗罗对我们的考验 戴老大告诉我们 并不是十分困难 在这边海中海内 也只有刚才那种实力的海马 没有更强的海魂兽存在 朱卿 你第二个 好 朱卿卿答应了一声 他没有戴姆白那样准备动作 腾空而起 释放出自己的五魂 第一魂剂 幽冥突刺在半空中发动 身体在空中骤然加速 直奔前方海浪冲过去 和戴姆白相比 他的速度要快得多 宛如幽灵一般 毫不受力的前行 身形闪烁之前 已经腾空到十米的高度 距离海马圣主散发出的光幕 仅有半米左右的距离 竟然在半空改变方向 直奔海马圣主掠了过去 凶猛的海浪自然不会就这么放过他 葡萄汹涌中冲向朱卿卿的身体 朱卿卿面对海浪的方式和戴姆白完全不同 只见他身上磁光闪烁 同样是第三魂剂光芒大方 一道黑色虚拟 晚似从他身上蔓延开来一半 悄无声息地展上面前海浪 正是朱卿卿的第三魂剂 幽冥斩 凶猛的海水就在即将冲击到他身体时 从他身体两侧掠过 幽冥斩直接展开面前的海浪 此时朱卿卿已经冲出了接近三十米的距离 他当然不会像戴姆白那样选择沉入水下行进 他并没有戴姆白那样强健的体魄 但作为民工性魂师 他有他的办法 眼看着身体即将落入海浪之中 有冥斩再次出动 只不过这次并不是将正面海浪分开 而是奇异地展出一个三角形 就在自身充实集结之时 脚尖点在自己幽冥斩切除的海浪之上 第一魂剂幽冥斩再次发动 又一次前冲 海水的浮力虽然要比淡水大 那又能大多少的 可就是这小小的浮力 却足以支撑 朱卿请身体前行 幽冥斩开路 幽冥斩加速 两个魂即混合使用 在这海浪穿行中起到极好的效果 虚语之间 大约经过十次加速 朱卿请终于冲破海浪的束缚 身形一展 小屋生息地落在戴木牌身边 身上没有沾染一丝水渍 面不红气不喘地收回自己的五魂 朝着海马斗罗寒手示意 海马斗罗原本紧绷的面棚 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说 很好 我可以用经验来形容你的表现 敏弓系战魂师 猫类五魂 速度与攻击并重 你的实力或许不如他 但你做的却比他更好 看上去比他更加年轻 六魂魂帝 看来我对于陆地魂师的了解确实少了些 你也同样有资格接受海神大人的考验 朱卿请向海马斗罗再次失礼之后 走到戴木牌身边 握住他还有海水的大手静静地站在那里 在他们眼中都没有丝毫的担忧 因为他们相信伙伴们的实力 小荣荣 看你们的了 奥斯卡哈哈一笑 说 没问题 荣荣我们走 只见奥斯卡飞快摸出一根 自己的第六魂技复制镜像场吃了下去 伴随荧光闪烁 他的双眼突然亮了一下 摇身一晃 另一个奥斯卡顿时出现在自己的身边 他不但吃下自己第六魂技 也同时使出了魂骨技能 复制 分身处的奥斯卡 蹲下弯腰 背进了宁荣荣 在奥斯卡本体带领之下 同时朝海浪中冲了过去 黑光同时出现在奥斯卡本体和复制体之上 但那两个身体同时用处幽冥兔子 没错 奥斯卡所吃下的复制镜像场 正是用猪竹青的一滴鲜血配制而成的 只不过 他这复制来的技能和猪竹青本身使用时 相比还手不小的瑕疵 对身体的控制自然也不能和猪竹青相比 但是不要忘记 此时踏入海中海的并不是奥斯卡一个人 绚丽夺目的光彩 在奥斯卡复制体背后闪亮 九宝琉璃塔出现在宁荣荣掌心之上 前三层宝塔同时光芒绽放 宁荣荣的第一魂级力量增幅 第二魂级敏捷增幅第三魂级魂力增幅 同时落在奥斯卡的身上 正所谓以利详诗会 奥斯卡在对于幽冥灵毛技能的使用上 自然是远远不如猪竹青的 但此时他承受着海子宁荣荣70%的能力增幅 能够使用猪竹青八成能力的他 在魂力面接和力量上 都大大超过了猪竹青的本体 同样一记幽冥斩 奥斯卡在应用巧妙上虽然不如 但是幽冥斩的威力却大幅度增加 海水被破开的口子更大 足以给它更多的反应时间 而复制体的能力 是根据奥斯卡本体能力而产生变化的 所以宁荣荣对奥斯卡的增幅 就相当于对复制体进行增幅 尽管复制体只有奥斯卡的70%左右的实力 但不需要发动幽冥斩 只是背着宁荣荣跟在奥斯卡背后 却已经足够了 海中海上呈现出奇异的一幕 前方一人手中黑光连闪 不断腾跃向前 后方两人一人背着一个 在背上那人手中一个绚丽宝塔中 射出三道光芒落在前一人身上 就像是桥梁一般连接着彼此 当他们来到海马盛处前时 所用去的时间甚至比猪竹青还要短 眼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身上 应该是九宝琉璃塔才对 不过晚辈确实出生于七宝琉璃宗 海马斗罗眼中流露出若有所思的光芒 好啊 好一个九宝琉璃塔 转向奥斯卡 这位海马斗罗的目光显得有些犹豫了 很难想象 我竟然看不出你的五魂式声 看上去 你似乎拥有和那小姑娘一样的能力 但是我却知道不是 从你运用技能时的生疏我就能看出来 那并非你本来的技能 能否告诉我 你的五魂是什么 奥斯卡微笑说道 告诉了您我的五魂是什么 那海神大人的考验能否简单一点啊 海马斗罗淡然一笑说 那并不是我能做主的 奥斯卡看着这位封号斗罗级别的海魂师 灼灼的目光说 我的五魂是香肠 准确地说我是一名食物系魂帝 至于为什么能施展出刚才的能力 想必您也能猜到了吧 食物系魂师 海马斗罗愣了一下 他此时的感觉就有点像当初史莱克七块 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经营大赛时 那些看着他们的对手 第一个来到海马胜出前的戴木白 其实已经带给这位海马斗罗极大的震撼 但接下来三个人却同样是那么精彩艳艳 最令他吃惊的是 刚刚来到这里这位一男一女 一个食物系魂师 一个辅助系魂师 竟然能通过海浪的考验 稳稳地登上海马圣柱台 尤其关键的是 这些来自斗罗大陆的魂师 又都是如此年轻 看上去不过都是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可眼前这四个 却都拥有了最佳魂环配比的魂帝 通过这四个人 海马斗罗已经清晰地认识到 此次前来的这些陆地魂师 是一个怎样的组合了 下一时日 这些年轻人的未来 只能用不可限量来形容 海马斗罗这边思索着 岸边却产生一些争执 马红军劝说道 杨杨 还是让我带你过去吧 白衬香固执地摇了摇头说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我不能总给你们添麻烦 马红军刚想再说什么事 白衬香已经是毫不犹豫 扑了出去 身形一闪 宛如一道白影般 张开灵巧的双翼 直奔海中海飞去 唐三向马红军示了个眼色 胖子赶忙追了出去 凤凰五魂释放 第三魂祭凤翼天祥 带起两道巨大的火焰双翼 追着白衬香扑了出去 一旦白衬香遇到危险 他也能在后面有所照应 他们这边一动 自然心引海马斗罗的注意 当他看到白衬香身上四个魂环 和马红军身上五个魂环时 心头不禁 微微放松了一下 总算这些年轻人 不都是魂帝这个级别的 其实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 为什么平日古静无波的心情 会因为这远道而来的年轻人 所产生波动 不过海马斗罗的心情 并没有放松多久 眼中就重新露出了惊讶 白衬香那白色身形 宛如一缕青烟般 在海浪上穿行 这海浪就算再密集 也有潮起潮落的起伏 而白衬香就像是 剑缝插针一般 随着海浪起风而动 哪怕是看上去 没有什么缝隙的地方 他也能够轻而易举地 找到些许缝隙 传行而过 两百多米的距离 心乎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见那白色烟尘一样的身影 已经飘然下落 稳稳地站在 海马胜柱台上了 论速度到目前为止 倒是白衬香第一 紧随着白衬香之后 胖子的前进速度 更加直接 没有任何退避 他直接一头扎入海浪之中 欲获凤凰与凤一天翔 两大魂祭双开 这一次他吸取了上次 在汉海大斗魂场的景点 在撞入海浪之时 尽可能收敛双翼 借助前冲之时 而一旦冲过一个浪头 双翼就立刻展开 再次加速 冲入下一道海浪 大量白色烟雾 在海中海上空冒起 马洪骏就用 直接而近乎蛮横的方式 冲破了一道又一道 海浪的阻隔 第六个落在 海马胜柱台上 海马斗罗看向白衬香 说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应该是一名 纯米系魂是吧 白衬香轻轻点了点头 海马斗罗笑了说 有趣啊 真是有趣 目光转向 刚落在平台上 同样身上没有沾染 半分水渍的马洪骏 高温烈火 凤凰五魂 单从五魂上看 在陆地上 你应该是个极品魂师了 可惜 你的魂力还是落后了一些 马洪骏老脸一红 虽然他也达到六十级 但是和其他人相比 确实落后 就在这时候 身处岸边的唐三 带着小五最后一个洞了 海马斗罗本来并未去注意 但是 眼前这海中海是他所操控的 很快他就发现不对了 下意识扭头看去 顿时吃了一惊 唐三右手搂着小五 纤细的腰肢腾空而起 对于外界的一切 小五仿佛都没有感知似的 长长的蝎子变 吹在胸前 带着茫然的目光 他那绝美的娇颜 依偎在唐三的肩头 蓝色的头发 蓝色的眼眸 优雅的气质 英俊的相貌 腾起在空中的唐三 和小五 近似不但一丝烟火气 正是一对神仙眷侣般的模样 眼看着冲入海浪之中 唐三左手中 多了一柄有黑的锤 一柄长约一米五 锤头齐大 只见他手腕倾斗 也未见任何坐视 眼前巨浪就已经被轰然散开 他就那么带着小五 在空中前飞 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却显得那么的优雅自然 仿佛眼前所面对的滔天巨浪 只不过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已 唐三的浩天锤 乃是在瀑布下锻炼而成的 眼前巨浪虽大 但和那数百米落差的瀑布 还是远远无法相比 而他此时的魂力 更是原胜当初 以蓝银黄又推骨飞行 以浩天锤开路 浪头虽大 又怎能阻挡住 他前进的身形 在浩天吹的灰激之下 隆隆巨响 有节奏的传出 那巨浪就像是 敞开一条通道 迎接他们似的 虚语之间 唐三已经带着小五 最后一个 踏上海马圣柱台 如果说奥斯卡的能力 令海马斗罗不解 那么眼前的唐三 他就更是看不明白了 从唐三身上 他分明没看到一个魂魂 甚至感觉不到 他身上释放的魂力 达到什么程度 可他就那么 匆匆融融地 来到自己面前 你要知道 海马斗罗掀起的巨浪 对于陆地魂师来说 没有五十级以上的修为 想要通过是极难的 白衬香那种特殊情况 可不是随处可见的 上下打量着汤菜 海马斗罗目光 突然变得冷淡下来 按照刚才登台的顺序站好 一边说着 只见他双手续按 众人只觉得 一股能量悄然散开 那沸腾的海水 顿时平静下来 由海马胜柱顶端散发的光幕 也悄然淡化中消失了 看到海马斗罗 眼带寒意的目光 唐三有些不浅 看向史莱克亲怀 其他人士众人也都露出 几分茫然之色 戴木白邪某突然光芒一闪 似乎想到了什么 向海马斗罗说 前辈 有件事情 我想我应该先说清楚 我们并非来自武魂殿 您应该也看到了 荣荣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 它正是出身于七宝琉璃宗的 小三呢 则是出身于浩天宗 我和竹青出身于星罗帝国皇室 香香是前浩天宗下属 敏之一族的弟子 至于小二和胖子 他们算是自由魂事吧 他在说到每个人的时候 将手指指到那个人身上 听着戴木白的话 唐三第一个醒悟过来 作为陆地魂事 而且大家又都是如此年轻 又展现出这样的实力 这位海马斗罗 很容易会将己方 当作来自于武魂殿 而当初武魂殿 曾经袭击过海神道 这位海马斗罗 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戴木白关键时刻 解释他们的来历 正好将海马斗罗的猜疑否定掉 并不是说唐三的思考能力 不如戴木白 而是因为戴木白 作为第一个登上海马圣柱台的人 他之前是轻轻地看到 海马斗罗 对于大家的还算温和态度 而唐三作为最后一个上台的 之前他的目光 大部分被浪涛所隔绝着 自然看不清这边的动向 只能隐约看到大家登台时候的情景而已 果然 随着戴木白的解释 海马斗罗的脸色缓和过来 随意地问了一句 既然你们出身不同 甚至来自天南海北 那又为什么能够凝聚在一起呢 唐三微笑说 因为我们同在一所学院上学 或许您没听说过 我们毕业于史莱克学院 奥斯卡接口说 我们还曾代表史莱克学院 参加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 并且获得了最终胜利哦 海马斗罗深邃入汪洋般的目光 从众人身上扫过说 那这么说 你们来海神岛的目的 就不只是希望加入海神岛 这么简单了吧 众人心中一脸 下意识将目光集中在唐三身上 简单的几句交谈 他们虽然将自己 与武魂殿之间关系讲清楚了 但此行的目的 还是引起了眼前这位 海马斗罗的怀疑 唐三坦然说道 为了历练 所以我们来了 前辈 开始海神大人对我们的考验吧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考验 您再深究我们此行的目的 也不迟 狗罗大陆 第656章 它话语中的前台词就是 如果我们通过考验 你再怀疑我们的目的也来得及 通不过考验会被驱逐出岛 有什么目的也不可能实现 避重就轻 算是化解海马斗罗的疑问 海马斗罗 环步走到海马圣柱前 面对圣柱 眼中流露出虔诚的光芒 上前一人 史莱赫奇怪心中意见 他们知道 真正的考验就要到来了 而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 此行海神岛 要的不就是在压力中 提升实力的机会吗 不用说 第一个走上前的 仍旧是戴木白 在海马斗罗身后一步站定了 海马斗罗缓缓抬起双手 脸上尽是虔诚之色 双手提至胸前 掌心相隔半尺 虚相对 淡淡蓝光缓缓出现在 他双手掌心正中的位置 随着蓝光渐渐增强 唐三突然有种特殊的感觉 这蓝光似曾相识 当蓝光充满海马斗罗 双掌掌心时 光芒骤然绽放 令整座海马圣柱台上 都阴晕起一片 橙蓝色光芒 紧接着 海马圣柱下方光芒一闪 一道蓝光顺着圣柱上的纹路 蔓延而上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就上升到顶段 海马斗罗转过身 面对戴木白 右手朝戴木白身体一指 一道蓝色光柱 从天而降 笼罩住戴木白的身体 沐浴在光柱中的戴木白 有些茫然 显然并没有什么感觉 光柱的颜色 开始发生转变 由蓝色变成白色 紧接着又迅速 由白色变成黄色 西湖是毫无停顿地 再转化为紫色 紫色渐渐加深 这一次转变速度慢了一些 但却依旧持续变化着 看着戴木白身上光芒的变化 海马斗罗似乎有些惊愕 时间不长 那紫光已经完全变成黑色 几乎将戴木白身体 完全掩盖在光柱之下 而在海马斗罗背后的 海马圣柱上 最下方的纹路 也开始变成黑色 并且逐步向上方攀升着 唐三他们并没有注意到 之前带他们来的那些 黄衣海魂师 看到海马圣柱的变化 此时一个个脸上 都充满了骇然之色 尤其是那周年魂师 甚至流露出几分怜悯 轻叹了一声 自言自语地说 不让他们来接受考验 却偏偏要来 海神大人对陆地魂师的考验 果然 黑色的光纹 一直攀升到海马圣柱 接近三分之一的位置 才挺断下来 但是很快 他又继续向上蔓延 这一次速度更快 一会儿的功夫 黑色光纹 已经遍布整根海马圣柱 紧接着 一共六道黑光电视而出 同时出现在戴木白的面前 化为六面正方形的光幕 每一层光幕上 都闪烁着一些 特殊的金色蚊子 其中第一片光幕上的蚊子 光芒闪亮 另外五片光幕上的蚊子 就相对暗淡许多 海马斗罗嘴角略微牵动了一下 苦笑说 黑极六考 比我当初还多两个 海神大人 难道这个人是罪人吗 六道光芒收敛 化为六点黑光 同时没入戴木白额头之中 在他额头之上 多了一个黑色六角星 其次如墨 戴木白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眼中的茫然被深邃所代替 一句话也没有说 快速后退几步 盘膝坐在地上 闭合双目 眉头微皱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海马胜出的黑光渐渐退去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但是海马斗罗看向 戴木白的目光 却有些复杂 如果从唐三的角度来理解 这位海马斗罗 像是看一个死人 马洪俊忍不住问道 前辈 什么是黑极六考啊 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海马斗罗 缓缓点头 说 海神大人所给的考验 是分等级的 等级不同 考验的程度也不同 和浑环的颜色一样 从低到高 分别是白级考核 黄级考核 紫级考核 黑级考核 和红色的顶级考核 海神大人会根据不同的人 进行不同的考核 而考核的内容 就在刚才出现的光幕之中 被考核者与考官才能得知 我就是你们的考官 通过不同级别的考核 在海神道上 也会得到相应的权力 考核不但会根据 被考核者的实力 同时也包括潜力 这是海神大人的旨意 其中 白级考核和黄级考核 只会有一项考核 通过了就算成功 到了紫级考核 则是开始出现了区分 紫级考核会有一到三种考核 也就是说如果圣柱中射出的光芒 出现在你的面前是一道 那么你就要经历一项紫级考核 如果是三道 那么你就需要经过三道考核 才算通过 考核越多 难度自然就越大 在通过后 获得权威也就越高 而到了黑级考核 最少也会出现四项考核 最多是六项 也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黑级六考 黑级六考可以说是黑级考核中最难的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 近百年之内黑级考核一共出现过三十一次 其中七次通过 二十四次失败 我就是那七次通过者之一 通过的七个人 就是现在海神岛七圣柱的守护者 而在我们七个人当中 只有海龙圣柱的守护者 海龙斗罗 才经过了黑级六考 他也是我们中最强的一个 魂力现在已经突破了九十五级 海马斗罗解释得很详细 目的却只有一个 就是告诉我眼前这些年轻人 黑级六考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 通过了就相当于 胜助守护者一样的权威 失败的话 就只有一个结果 死亡 史莱克七怪众人面面相觑 一时间谁也说不出话来 海马斗罗补充说道 接受了海神大人的考验 那么立刻就要开始进行 黑级考核对于你们陆地魂师 是有实现 每年必须要完成一种考验 完成一种后 第一项考验才会出现 如果超时的话 或者试图逃避 那么先前印入你们额头的海神封印 就会爆裂 将参考者抹杀 黑级考核从来都没有失败者 只有通过者和死者 所以有名天堂与地狱 我也没有想到海神大人对你们这些陆地魂师的考核会如此的艰难 你们这些人后悔还来得及 否则再出现黑级考核也会和他一样 看在你们并不是来自于五魂殿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 以你们六十多级的实力 根本没有通过黑级六考的可能 必死无疑的 听了海马斗罗的解释 唐三突然说 等一下前辈 您说木白没有任何通过考核的机会 必死无疑 那么当初您又是怎么通过考核的呢 据我所知 海神岛上的人必须在十八岁的时候接受考核 难道您十八岁的时候比现在的戴木白要强吗 海马斗罗摇了摇头说 我十八岁的时候还未达到四十级 和现在的他相比要差很多 但有件事情你们必须要明白 海神大人对于我们海神岛魂师的黑级考核 是十年完成一件 尽管如此 我的黑级四考 还是令我数次现象还生 我所面对的最后一项考核 是在除护道神兽以外的魔魂大白沙群中坚持一个时辰 众人都安静下来 但海马斗罗并没有从他们任何人脸上发现恐惧或者是气馁的神色 朱竹青第二个走了出来 站在先前戴木白站过的位置 冷艳的娇脸上 荡献起 一丝淡淡的微笑 说 前辈 请海神大人 赐予我考验 海马斗罗 微微皱眉 说 你不再考虑一下了 朱竹青 淡淡的说 前辈 我们来这里 就是为了接受考验的 如果考验太简单的话 我们岂不是白来一趟吗 没有压力 怎么能有动力 我们已经做过很多不可能完成的事 再创造一次奇迹也没什么 朱竹青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海马斗罗 他们的决心 正像他所说的那样 他们此行就是为了历练 不论海神的历练有多么困难 他们都绝不会退缩的 好 你们这些年轻人果然很有重劲 很少有人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勇气 这位封号斗罗没有再多说什么 蓝光再次凝聚 海马圣主光芒闪耀中 又是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笼罩在朱竹青的身上 蓝色变成白色 毫无停留转化为黄色紫色 正像海马斗罗预料的那样 紫色渐渐深邃 最终还是化为黑色 眼看着那黑色魔纹 在海马圣柱上徐徐攀升 海马斗罗不仅深吸口气 曾经深深体验过 黑结考验难度的他 当然不相信 眼前这些年轻人 仅凭勇气就能够通过考验 内心之中多少有些惋惜的 但作为中考官 既然是莱克轻怀执意如此 他也不便多说什么 黑色纹路持续攀升 不过朱竹青带来的黑光 并没有像戴木白那样 攀升得那么高 在海马圣柱 大约中央的位置 就停了下来 不再上冲 五道光幕悄然浮现 除了比戴木白 少上一道光幕之外 其他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朱竹青同样闭合双目 在黑光涌入额头 盘歇坐下 静静地思索 在他额头之上 出现了一颗 黑色的五角形 黑即五考 仅次于戴木白的 黑即六考 难度不言而喻 奥斯卡 抢在宁荣荣之前 走了上来 站在相同的位置上 在海马斗罗开始 请导海神之光前 他开口问道 哎 前辈 我有个问题 这些考核如此之难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的话 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指的是除了海神岛上 获得的相应权益之外的好处 海马斗罗说 获得海神岛上的权益 就是所能获得最大的好处 如果说还有什么好处的话 那么你们的目的 在压力中 更快地提升实力 也是算的吧 奥斯卡微笑寒手说 秦佩 那就请开始吧 按照海马斗罗的认知 眼前这名年轻人的五魂 虽然有些奇异 又肯定有魂骨存在 但作为一名食物喜魂师 他最要承受的考核 肯定比先前两人低上一些 可是 当魔纹攀升之后 海马斗罗发现 自己错了 最后出现在奥斯卡面前的 与戴姆白一样 竟然也是六片黑色光幕 黑级最高考核 黑级六考 光芒退去 黑色六角星 出现在奥斯卡额头上 他却并未将戴姆白 和朱祖金那样 进入思考之中 反而有些兴奋地 睁开双眼 很好 我也是六个考验 海马斗罗愣了一下 黑级六考 令你很高兴 连他都有些觉得 海参大人 给这些年轻人的考核 实在是太难了 一名食物喜魂师 也要承受 黑级六考 那怎么可能 有通过的机会 奥斯卡黑黑一笑说 看得出海神大人 赐予的考验 是根据被考核者 综合素质而定的 我也是六级黑考 那就证明 我的潜力和戴老大一样 比竹青还要强一些 这还不好吗 海马斗罗 目送着奥斯卡 退到一旁 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发现 自己真的不太了解 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了 难道自己没说清楚 失败的结果 就是死亡啊 他心中念头 还未退去 宁荣荣已经走了上来 口中念念有词 听得海马斗罗哭笑不得 超过六考 超过六考 宁荣荣念叨着 来到海马圣柱前 微微向海马圣柱攻身 说 尊敬的海神大人 您一定要让我超过六考啊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 海马斗罗现在的心情 那么 无语凝夜 是最合适不过了 就算你的五魂 是九宝琉璃塔 你也不过是一名 辅助系五魂 还有超过黑金六考 玩闹呢 他放弃了与宁荣荣交谈 直接开始 对宁荣荣的考核 可实际上 却再次令海马斗罗 大跌眼睛 海神之光毫不犹豫地 跨越由白到黄 由黄到紫的过程 迅速进入 那奇异的黑色事情 黑色魔纹直线盘升 在海马斗罗 仿佛要瞪出眼眶的 双眸注视下 黑色魔纹 缓缓超过 海马胜柱中央位置 这已经代表 宁荣荣 还是要承受 黑级六考的难度 但是 那黑色魔纹 却依旧没有停留 继续向上攀升 很快 抵达三分之二的位置 也正是代表着 黑级六考的位置 天哪 我要疯了 多少年都没出现过 黑级六考了 可就这么一会儿 就出现了四个 海马斗罗 心中一阵哀叹 可又在这个时候 那似乎已经停下的魔纹 突然向上略微涌动了一下 紧接着 原本覆盖在 海马圣柱上 被黑色渲染的魔纹 瞬间变色 完全变成艳丽的惊鸿 一道红光 也随之冲天而起 直刺空中 那如同鲜血一般的光芒 彼之刺入高空之中 领空中 辽静的蓝天 闪过一片雪光 海神岛上 数千双目光 几乎同时投向空中 其中 六名同样站在 不同样式石柱间的 黑衣老者 看到这红光之后 眼中都流露出 不可遏制的强烈光芒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同时惊呼出 同样的话语 顶级七考 哪怕是在海神岛的中央 一座特殊的神殿之中 一双已经闭合了 十年的眼眸 也因着红光出现而开启 一抹淡淡的惊讶 和更多的喜意 弥漫于面庞之上 十年未动的身体 缓缓站起 红光渐渐隐退 西面红色光幕 一一没入宁容容额头之中 化为一个奇异的 红色七芒星 令他那原本极为 白嫩的皮肤上 多了一层淡淡的 红色光芒 海马斗罗 已经完全呆滞了 红色 那竟然是代表着 顶级的红色 与黑色的高死率不同 这代表顶级的红色 出现的次数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在宁容容一连串 银铃般的笑声中 海马斗罗 这才清醒过来 正看到宁容容得意洋洋地 朝奥斯卡做鬼脸的样子 而奥斯卡则是一脸的气馁 似乎因为自己比宁容容 少一项考核 还低了整体等级而痛哭着 海马斗罗 微微攻身 向宁容容行礼 小姐 能否请教一下您的全名 海马斗罗态度的改变 令史莱克清怪 不禁微微愣了一下 此时 戴木白和朱祝卿 也正好睁开了双眼 作为一名封号斗罗 又是镇守着 海神七圣柱之一的海马圣柱 之前这位海马斗罗 虽不算是桀 但越是淡幕 冷清和孤傲的 只是因为史莱克清怪的天赋 才对他们算是客气 可此时出现的 这位封号斗罗脸上的神情 却可以用恭敬儿子来形容 尽管这恭敬 只是针对宁容容一个人的 也足以令人吃惊了 要知道 他可是一位封号斗罗呀 宁容容惊讶地说道 前辈 我叫宁容容 您这是 海马斗罗吞咽了一口唾咽 很荣幸 能够成为您的考官 虽然我不明白 为什么顶级考核 会出现在您的身上 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 您在岛上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找 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解决 奥斯卡眨了眨眼睛 忍不住说 前辈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我和他只差一个考核 怎么差距这么大呀 不就是六考和七考之间的距离吗 海马斗罗看也没看奥斯卡一眼 脸上的恭敬更深了几分 和黑级考核不同 顶级考核从第一次出现到现在 还从来没有过通过的纪录 而上一次顶级考核出现 是本岛大供奉的考核 只要宁容容小姐 通过顶级考核 就是大供奉的继承人了 也将是海神岛未来的主事者 听海马斗罗这么一解释 众人才算是明白了 面面相去之下 看着宁容容的目光 都变得怪异起来 唐三沉吟说 贤卑 难道顶级七考 比黑级六考 还要简单吗 海马斗罗摇头说道 当然不是 顶级七考比黑级六考 整体难度要提升不止一个档次 但是顶级考核每次出现 都象征着 又能够完成它 并且继承供奉之位的 强大魂师出现 就算再困难 也一定会成功的 宁容容扑斥一笑 拍了拍奥斯卡的肩膀 没关系 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 奥斯卡悲愤地说 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我也要顶级七考 处于对宁容容态度的转变 海马斗罗对其他人态度 也都温和了许多 向奥斯卡淡淡地说 海神之光 只有一次赐予的机会 唐三说 前辈 那我们继续吧 香香 你上 好 白神香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 来到海马斗罗身边站定 此时 海马斗罗的心情 几经起伏 也充分显示出 他作为一名封号斗罗的沉稳 就算再出现 黑急六靠 也绝不会惊讶了 斗罗大陆 第658章 在海马斗罗的主持下 海神之光再次降临 沐浴在蓝色的光柱中 白尘香身上的光芒变化 明显比先前泰姆白色人变化要慢得多 蓝色 蓝色渐渐变为白色 再由白色缓慢地变成黄色 光芒也在黄色之中停顿下来 闪烁中 一片黄色光幕出现在白尘香的面前 黄疾依靠 也只是黄疾依靠而已 海神之光是不会骗人的 白尘香呆呆感受着那黄光入体 在失落的心情中 他才真正明白 自己与史莱克七块之间的差距 有多么的大 天赋 潜力 都差得太远了 在海神之光的照耀下 自己竟然连个子级考核都没达到 不过从黄光入额头没入 化为一个圆形的黄色光点之后 白尘香的脸色马上就发生变化 从闲闲的失落转化为惊恶 正正看着面前的海马胜中 仿佛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最关心白尘香的自然是胖子 眼看着白尘香仿佛见了鬼一般的神情 胖子赶忙凑上前问他 怎么了 小小 是不是考验太难了 白尘香猛地抬起双手 推了一下胖子 翘脸上荡起一层难以掩饰的红韵 马红俊莫名其妙地被推得后退两步 却见白尘香立刻看向海马斗罗 带着怪异的神情 问道 前辈 如果我完成不了这个考验 会有什么后果 海马斗罗说 黄极考核一般来说比较简单 完成并不困难 如果你在一个月之内不能完成的话 也不会受到伤害 但却必须要离开海神道 今后也不能够再踏上海神道 作为主考官 他是知道白尘香口河题目的 此时脸色也变得十分怪异 一副想笑又勉强忍住的模样 看着白尘香的表情 唐三也觉得不对了 想想 是什么考验让你如此为难呢 白尘香可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退缩的人 更何况 如果黄极考验都那么难的话 伙伴们将要承受的黑极考验和顶极考核 岂不是难如登天吗 白尘香大力深呼吸几口 不算十分丰满的小胸脯上下起伏着 看他一旁的胖子不禁暗暗吞咽口水 小眼睛眨牙眨的 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 更像是要上刑场一般 白尘香漂亮大眼睛中 流露出毅然决然的神情 像马洪俊手 胖子你过来 看着白尘香这副表情 胖子也捉摸不准他要干什么 试探地问道 杨杨 你没事吧 白尘香怒道 你过来还是不过来 此时他的情绪很不稳定 马洪俊赶忙上前两步 来到白尘香的面前 正要开口说话时 白尘香就如同旋风一般 猛地扑入他怀中 双臂环绕上 他那粗壮的脖子 香唇颂上 却带有几分强迫性的 吻在胖子的嘴上 这 唐三代目白猪猪 金奥斯卡宁荣荣 几乎同一时间 瞪大自己双眼 他们实在是无法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竟然是事实 奥斯卡忍不住说 哇靠 太奔放了 马洪俊也被白尘香 这一吻吻得愣住了 他只觉得 白真香那冰凉的唇瓣 紧贴在自己唇上 声色有些略微颤抖 可就是这青色的感觉 却令胖子如痴如脆 他亲过的女人也是不少的 可是却从未有如此 这种灵魂触动的感觉 意识之间 胖子那亘古不变的厚脸皮上 竟也飞起两分红色 茫然失措之下 双手张开 想去搂抱住白真香 却又不敢去搂他 甚至连唇上 也不敢有丝毫的回应 似乎怕吓走了 这怀中的人儿 戴木白在唐三耳边说 胖子什么时候变这么羞涩了 你看他 连抱都不敢抱一下 怎么跟个处男似的 他们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了 唐三苦笑说 我怎么知道他会这样呢 太老大 我可是实实在在的处男呢 戴木白惊愕地看着唐三 再看看他怀中的小五 不会吧兄弟 要不要哥哥教你两招 唐三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算了 这种事情我能自理更生 但小五一天没恢复过来 我又怎能泄渡他的身体呢 他们这边说着话 胖子那边却在继续享受着 他发现 随着时间的延长 白真香的嘴唇渐渐不再颤抖 冰凉也变成温热 也更加柔软了 他真的想要将他紧紧搂抱在自己怀抱中 肆意地恋爱 但在这一刻 胖子大脑中却前所未有的清明 隐约中 他已经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他依旧没有动 只是任由白尘香将唇半 附在他唇半之上 这一吻看上去更像是唇一唇地触碰 时间飞快流逝着 就在其他人准备放弃他们 继续接受海神之光的时候 胖子抬起双手 抓住白尘香的肩膀 将他缓缓地推开 白尘香的俏脸已经羞得通红 当马洪俊抓住他肩膀的时候 他的心狠狠地抖动了一下 但他却没有想到 这胖子不但没有进行下一步 反而将自己推开了 难道自己的吻就那么没有吸尼力吗 这可是自己的初吻啊 胖子帮白尘香离了李鹅上 有些散乱的头发 好了 你的口喝已经完成了 额头上的黄点消失了 胖子话音才落 一层黄色光源 骤然从白尘香体内积荡而出 光芒释放之中 一个奇异的三角形符号 从他背后飘荡而起 再缓缓烙印在他的背上 白尘香清晰地感觉到 周围的海水似乎变得亲切起来 这里的一切也都变得那么的舒适 黄光足足持续半炙香的时间 在渐渐消失 白尘香在众人惊讶地注视下 难难地说道 我的魂力提升了一级 听了这句话 众人眼睛不禁一亮 黄级考核完成都能提升一级魂力 那更高的黑级和顶级考核 会有怎样巨大的好处呢 不过还没等他们多琢磨 却见马红俊快速上前几步 扑通一声 汇倒在海马圣柱面前 在大家目瞪口呆地注视下 咚咚咚地朝海马圣柱 磕了三个响头 哎呀 海神大人 以后您就是我的信仰啊 太感谢了 唐三等人此事已经全部明白过来 宁荣荣拉过白尘香 小香 难道你的考验就是吻这个胖子啊 白尘香 翘脸羞红地点了点头 说 嗯 要 要吻一炷香的时间 奥斯卡扑斥一笑 碰了碰宁荣荣 哎 亲爱的 不知道你的考验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 人家黄级考核 都要吻上一炷香 这顶级考核 岂不是要 看着奥斯卡眼中淫荡的光芒 宁荣荣翘脸上也顿时红了 用力地在他腰间软肉上 掐了一把 你做梦 这海神大人 还真是有几分恶搞的精神呢 此时 胖子已经爬了起来 三步两步来到白尘香的面前 脸上尽是悲痛之色 白尘香原本看到他很羞涩 但想起之前 胖子还算老实的表现 对他也没有很大抵触 看着他的表情 忍不住就问他 你怎么了 胖子一脸悲伤 香香啊 你夺去了我的吻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可要对我负责呀 你 白尘香这才知道 这四胖子竟在得了便宜卖乖 别说是他 是雷克七怪 其他人也都看不下去了 戴姆白 唐三 奥斯卡 几乎同时抬脚 踹在胖子屁股上 滚 滚 胖子啊的一声 发出一声惨烈到夸张的叫声 扑通一声 落入海中海内 幸好这家伙落水的地方 距离岸边很近 扑通几下 湿淋淋的爬了上来 没好气的说 激度 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激度 不过当他看到白尘香和众人不善的眼神时 赶忙收口 三步两步走到海马斗罗身边 一脸谄媚的笑着 姐妹啊 请让海参大人赐予我口验吧 以后我就是海参大人忠实的信徒了 海马斗罗看着一脸猥琐的胖子 心中暗笑 海参大人才不要你这贱人呢 但是按照程序 他还是再次凝聚起魂力 与海马圣柱开始沟通 当蓝光照耀在马洪骏的身上时 这胖子迫不及待地看着眼前海马圣柱的变化 魔纹出现 胖子身上的光芒转变得很快 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 已经进入黑色的范畴 眼看着那黑色攀升 胖子不断祈祷着 高点 高点 再高点 不过 最后 他还是颓然接受了 黑色六角星烙印额头的命运 与戴姆白和奥斯卡一样 他也是黑棘六考 终究没有达到 宁荣荣那顶级七考的程度 此时八人中 就剩下 唐三与小五 没有接受海参之光赐予的考验了 唐三将小五交给宁荣忠照顾 自己缓步来到海马胜柱之前 向海马斗罗微微攻身 说 贤辈 请 斗罗大陆 第六百五十九章 八人中 林海马斗罗最感兴趣的也就是唐三了 他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唐三的实力是什么级别 当下也不再多言 直接催动魂力 展开今天的第七次海参之光 蓝光普照 悄然沐浴在唐三身上 但诡异的是 这蓝光在笼罩住唐三身体后 却并没有像之前其他人那样快速出现颜色变化 依旧保持蓝色 但是光芒却变得越来越强烈起来 这样的情况 海马斗罗也是第一次遇到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蓝光并没有进行变化 哪怕是实力再差的魂石 也至少会有白旗靠河出现的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显然是不差的 就在众人都心存惊讶 对海参之光没有变色 而莫名所以之事 唐三身上的蓝光出现变化了 并不是颜色的转变 而是数量的转变 原本一道蓝光却突然分裂成两道 这分裂出的光芒横向甩出 正好落在被宁荣荣挽着手臂的小五身上 蓝光微微一震 震开宁荣荣 就那么带着小五回到唐三身边站定 吃氧奇异的景象 顿时令戴姆白奥斯卡他们心提了起来 小五已经失去了灵魂 他又怎能接受考核呢 哪怕是最简单的白旗考核 他也很难完成的 更何况 为什么海参之光会突然分裂 将小五拉过去 与唐三一起接受考核呢 就在这时候 唐三身上的蓝光不变 但是小五身上的光芒 却开始发生变化了 蓝色变为白色 在飞快化为黄色 毫无停留地蔓延为紫色 此时 唐三的脸色也已经变了 他想要挣脱身边的蓝光 却发现自己连一个手指都动不了 虽然并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压力 但是在蓝光照耀之下 他就是什么也无法做 只能看着身边的小五 一脸茫然地站在不断变化的光芒光柱之中 当黑色出现的时候 史莱赫奇怪的脸色已经变得很难看了 他们每个人都不怕艰难的考验 却唯独小五是个例外 他已经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灵魂了 又怎么能接受海神的考验呢 而且黑级考验如果无法完成 结局就只有死亡 黑色摩文在海马胜柱上持续攀上着 该摸摆他们再也不忍了 想要冲上来 海马抖罗右手一挥 一层占蓝色光幕拦住他们的去路 那可不只是海马抖罗自己的力量 还借助海马胜柱中蕴含的海神之力 别说戴木白他们的实力差得太远 就算是封号抖罗在这里 也别想轻易突破这层光幕的阻拦 黑色摩文还在上升 唐三交集得无内如焚 却都是无法阻止那黑光蔓延 很快那摩文已经攀升到 与戴木白和马洪郡奥斯卡他们一样的 黑极六口的位置 史莱克奇怪除了不能动的唐三和小五之外 其他人都下意识握紧了双拳 但是得他们震惊还没结束 黑暗光骤然一跃 又是那亮丽的金红 一道红光也随之冲天而起 直刺天空 那如同鲜血一般的光芒迅速攀升 凌空中沉静的蓝天闪过一片雪光 顶级七考 又是一个顶级七考 不只是史莱克奇怪愣住了 海马斗罗此时也张大嘴巴 顶级考核已经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 可今天却一下子出现了两个 是个一身白衣神色茫然的少女 来到这里之后一句话都没说过 她的气息不弱 但是精神绝弱的几乎不存在 从其他人表现出的表情看得出 这个女孩子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样一个人也能接受顶级七考们 但是令海马斗罗更加惊讶的还在后面 红光一闪 一片红色光幕出现在小五面前 并不像宁荣荣那样 身前出现七块光幕 出现在她面前的只有一块 红色的一块 光芒涌动 从小五额头融入她体内 化为一个红色的光点 为她原本就冠绝群芳的胶炎增添了几分容光 顶级一考 海马斗罗正正看着小五 在她的记忆中 顶级考核出现的次数本来就几少 更是从来没有出现在只有一个考核的情况 而且 哪怕是作为主考官的她 现在也看不清小五那一考考验究竟是什么 这八个外来的陆地魂师 似乎成为颠覆二字的代名词了 红光没入小五的额头 但是光柱却并没有随之消失 只是海马圣柱射处的红光在顷刻间隐没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身上的光芒也开始出现变化 如果说其他人在接受海参之光考验的时候 光柱的颜色是渐变的 那么 笼罩在唐三身上的光柱颜色 就是跳跃式变化 蓝 白 黄 紫 这四种颜色都只闪烁了一下 就变成下一种 速度极快 甚至给人一种目选神迷的感觉 哪怕是紫色到黑色的转变 也只不过是一瞬之间 下一刻 黑色某纹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攀升而上 速度之快 已经超越先前接受考验的所有人 天哪 难道又是一个顶级考核 海马斗罗发现 自己的心脏已经有些不能承受这样的刺激了 作为海马胜柱的守护者 别说是他 就算七大胜柱加起来 也从未经历过如此特殊的场面 但是震撼却并没有因为海马斗罗变化的心情而减少 反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黑色某纹顺利跨越 海马胜柱三分之二的位置 黑色转化为血红色 血红色某纹骤染出现 而且这一次 血色某纹并不只是在原本三分之二的金属上跳跃一点 而是瞬间灌顶 直冲到海马胜柱最高处 一声宛如大海乌烟般的嗡鸣 从海马胜柱处响起 紧接着比先前小五和宁荣柱 引发时要墙上十倍的庞大光柱 冲天而起 血红色的 海中海沸腾了 在这一刻 整片海中海 诸然掀起高达百米的巨浪 垂直向上 巨浪之中 爆发着强烈的阴晕蓝光 变化还没有结束 整座海神岛仿佛都随着海马胜柱 冲天而起的红光颤抖起来 紧接着 史莱赫七怪清晰地看到 同样六道巨大的血色光柱 中天而起 七道光柱在空中汇聚于一点 下一刻 血色褪去 从它们汇聚的那一点处 一道灿烂到至极的金色光芒 从天而降 所有的一切 在这一刻 都将进入绝对的静止状态 只有那道海天之间 中心点一般的 灿烂辉煌之光 从天而降 在此之前 唐三也曾经见过金色的婚礼 最有代表性的 无疑就是千刃雪的六亿天使武魂 但是眼前这一道金光和以往 他所见到的任何颜色都截然不同 这是充满威严和灰红的王道之光 当它出现的那一瞬间 整座海神岛上 不论是七圣柱 森林 丘陵 还是海中海 在这一刻 已经完全被渲染成金色 甚至所有海魂师的身上 史莱克七怪和白尘相知上 也都渲染上了那层特殊的金光 而这道金光的终点 却只有一个 那就是站在海马圣柱下 略微有些茫然的躺三 如此灰红浩大的场面 不亚于大自然的威严 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什么 这是此时唐三心中思考的问题 那金色光柱带给他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仿佛体内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似的 紧接着 写连九片正方形金色光幕凭空而至 出现在他的面前 第一片光幕上的光芒最为闪亮 其他八面都显得有些暗淡 为等唐三多做思考 这些光幕已经宛如一颗颗金色流星一般 直接飘入他眉心之中 顿时 巨大的信息量直接灌入脑海之中 而这些信息量偏偏模糊不清 其中只有一股能够辨别清楚 唐三明白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朱如金和戴木牌做下思索的原因 脑海中被那庞大的金色所充满 紧接着 唐三感受到一种醍醐灌顶般的特殊能量波动 全身上下 仿佛都浸泡在清凉的液体之中 说不出的舒服 潜移默化中 唐三隐约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 在这道金色之光中 发生了什么行为的改变 究竟是什么 他说不清 但是那种感觉很神奇 就像是李顺了身体机能一般 说不出的舒服 不自觉地张口突出一口灼气来 这似乎就是金光将体内所有杂质逼迫而出的灼气 金光渐渐淡化 先是从空中和海中海处渐渐淡化 然后是四面八方的淡化 唐三的身体就是这全部金光最后的终点 而那所有金光最后收敛的地方 就是他额头正中 在那里留下的并不是一个星状痕迹 而是一个金色的三叉戟标记 淡淡的金色三叉戟 带给唐三的是一种充满威严的高贵 尽管他只是站在那里 而那三叉戟就带着一种腐蚀苍生的感觉 缓缓睁开双眼 唐三那原本橙蓝色的眸光 看上去更加澄澈 抬起手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平滑的额头 唐三完全呆吃了 宛如雕像一般 向海马斗罗问道 前辈 红色是顶级考核 那这金色又是什么考核呀 我好像需要完成九样考核才算通过 海马斗罗用力晃了晃头 再仔细看向唐三 他看到的依旧是那闪烁灿烂金色的三叉戟烙印 没错 这不是在做梦 我也不知道 这五个字从海马斗罗口中吐出 似乎十分的艰难 唐三疑惑地看着海马斗罗就说 那他呢 为什么他会出现顶级依靠的情况啊 唐三搂过小五 伴随他身上金光的消失 直线环绕在小五身体周围的红光 也已经悄然不见了 只剩下那一颗圆圆的红点 海马斗罗深深地注视着唐三 顶级依靠为什么会出现 我同样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他所面临的这一考是什么 虽然只有一考 但是却绝对当得起顶级考核的难度 因为他的考验就是跟随在你身边完成旧考 听了海马斗罗的话 唐三不禁一愣 他想不到海参考验居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海马斗罗的话也无疑令他的情绪放松了许多 只要能够让他帮助小五 他也就放心了 总比小五自己要面临什么考验好得多 宁荣荣忍不住赞叹说 哇 好漂亮的三叉戟 三哥 你更帅了 唐三看不到自己的容貌 三叉戟 你说我额头出现的烙印和你们的不一样吗 宁荣荣点点头说 不一样的 你额头上是一个金色的三叉戟 很漂亮 看上去特别高贵 唐三不禁有些无语 抱着半分希望 他再次问向海马斗罗 前辈 您再仔细想想 刚才的金光代表的究竟是什么呀 我要面临的是顶级九考门 海马斗罗刚想说话 一个悠然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这声音仿佛来自天界 优美动听宛如来自天界一般 但是又充满了磁盒的味道 不用为难他了 从海神岛出现到现在 这种情况也还是第一次出现 你所要承受的 并不是顶级九考 而是海神九考 声音由远而近 当最后一个字 传入史莱克七怪二中时 远处一个红色的光点 缓缓地放大 众人只感觉空间 似乎略微扭曲了一下 下一刻 海马胜住前 就已经多了一个人了 他的身高看上去 与小五差不多 全身都笼罩在 一层鲜红色长袍之内 海蓝色的长发 披散在他的身后 虽然没有小五那么长 但散开之后 也接近垂直地面 柔美的容颜 看上去最多也就三十岁左右 他的美更多来源于气质 高贵优雅 还有何须的温润 在他右手之中 握着一柄长达三米的权杖 权杖是金色的 就像刚才天际出现的那种金 通体雕刻着魔纹 杖手处宛如长毛一般的 菱形凸起 那长毛尖端下方五寸处 镶嵌着一颗菱形的金色宝石 如果只是看容貌 他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美女 而他的气质 确实任何人却无法相比的 哪怕是唐三曾经见过的教皇逼逼东 在气质上也要逊色于他 最令人惊讶的 还是他那双眼睛 澄澈的蓝眸比大海更加深邃 其中磁盒的沧桑 却仿佛历经横骨岁月 这双眼眸 尤其是三十岁的女子 所能够拥有的呀 参见大供奉 海马斗罗微微攻身 向红袍女子行礼 说 属下未能完成好海神大人的指引 请大供奉责罚 红袍女子微微一笑 海中海似乎也因为他的笑容 而波动着 这不怪你 我也同样是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情况 只见他目光流转 在场的每一个人 似乎都感觉到他在看着自己 而红袍女子的目光 最后却定格在唐三身上 或者说是定格在他额头上 那金色的三叉戟烙印之上 年轻人 我等待了一百多年 终于在行江朽木之年 见到了你 可以告诉我你的来历吗 近距离聆听着他的声音 唐三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骤然加速 那当然不是因为他的美丽 而是因为他的声音之中 充满了来源于灵魂深处的触动 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 普通的人类女子 可是唐三却深刻地知道 眼前的她 就是当初曾与自己曾祖其名 并且战胜过曾祖 以及武魂殿大供奉千道流的 海神斗罗 波赛西 就像是没想到 波赛西坐下的五大领主 变成亲位一样 唐三也没想到 这位强大到九十九级的绝世强者 竟然是一位女子 而且青春永珠 他的真实年龄 少说也要超过一百二十岁了吧 晚辈唐三参见前辈 加曾祖名称为丹子臣 唐三几乎弯腰近九十度 恭敬地向眼前这位 代表着海神岛最高权威的 海神斗罗行李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海神斗罗 波赛西身形微微一闪 出现在他的侧面 并没有承受他的礼数 波赛西的声音中 带有几分诧异 不必多礼 你是唐晨的曾孙 唐三恭敬地说 是的 波赛西深邃的蓝眸中 流露出一丝 枉然的光辉 时间过得真快啊 连他的曾孙都已经这么大了 没想到 我要等的人 居然是他的曾孙 唐三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聆听着波赛西的话 他的实力 虽然远远不能与眼前 九十九级海神斗罗相比 但他也能感觉得出 海神斗罗波赛西 对他没有任何的恶意 波赛西很快就回过神来 双眼注视着唐三 唐三 你看着我 唐三注视向波赛西的眼眸 目光澄澈 没有丝毫地退缩 波赛西郑重地说 从现在开始 你要记住 在海神岛上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承受你的礼数 包括我在内 啊 唐三惊讶地看着海神斗罗 他不明白为什么 这位巅峰强者会对自己 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波赛西转向海马斗罗就说 欧亚传我的命令 这八人在完成海神大人的考验之前 都是本岛贵宾 任何人不得怠慢或冒犯 除了不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考验之外 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条件 他们就住在你的海马城吧 还有 召集其他六人 明日海神殿议事 是 海马斗罗欧亚 积极恭敬地回答着 尽管十年未见这位大供奉 但在这座海神岛上 波赛西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除非是海神亲临 才能够领驾于他 波赛西的目光 再次落在唐三身上 向他微笑点头说 很好 很好 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通过海神大人的考验 有什么需要 你可以向欧亚提出 记住 你的海神九考 每年至少要完成一样 否则 将会前功尽弃 唐三问道 如果我失败了 没能通过考验 结果和黑级考核一样 也是死吗 波赛西脸色一变 唐三只感觉眼前有花 波赛西就已经出现在 距离他只有几公分的位置上 原本磁合的目光 突然变得冰冷起来 无与伦比的威压 压迫的唐三 连呼吸都无法做到 唐三你要记住 永远不要让你脑海中 出现失败这样的念头 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考核 关系到海神岛的存亡 如果你失败了 那么后果 绝不只是死亡那么简单 要比死亡可怕得多 话音一落 众人只感觉 眼前红光大放 下一刻 原本站在唐三面前的 海神斗罗波赛西 就已经鸿飞鸣鸣 消失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